秋天到了很多餐飲業者 會從中國進口大閘蟹 不過今天食藥署表示 有一批4.3公噸 從大陸進口的大閘蟹 驗出了動物禁藥成分 今年截至8月底 共有73批 總重174.9噸的大閘蟹 從中國大陸進口 但現在傳出 有一批4.3公噸 從中國進口的大閘蟹 驗出動物禁藥成分 驗出來是疑似 疑似動物用藥 那因為業者有 依照我們的法 食品的安全 衛生管理法的法則裡頭 業者可以在15天內 申請護驗 食藥署表示 目前只有這批驗出動物禁藥 其餘皆檢驗合格後已放行 業者透露 中國進口大閘蟹 已不是第一次出包 去年也曾有一業者 被檢出不得驗出的 綠莓數達105ppb 今年卻能被中國 列入合格養殖場 如果他沒有提出覆驗的話 這一個產品是不能進來的 小鼠也強調 在業者提出覆驗的最後期限 10月5日之前 這批大閘蟹都只是 疑似不合格產品 業者一旦未提覆驗 才會宣布為不合格 得全數退運或銷毀 新台兩台電視 虎中漢黃庭峰 台灣台北報導